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精靈知識錄 上集講解了有關迷爾Q的小知識 對迷爾Q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看 而今天要講解的精靈就是擁有一條高的眉毛 以及用食物來做武器的大蔥鴨 Sorry Sorry 放錯了圖片 大蔥鴨基本上外表跟一般的料理都差不多 一種就做主色,一種就做複色 所以這裡不會特別講解大蔥鴨的外表 反而會講解大蔥鴨的特別地方 正如剛才所說,大蔥鴨會手持大蔥作為它的武器 這把大蔥就像刀一樣能夠斬斷一些雜物 是大蔥鴨很重要的武器 如果大蔥鴨沒有這個武器就會變得沒辦法生存 在這裡講一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報給大家 根據初版的大蔥鴨圖鑑介紹提及到的資料 手上總是拿著用來為自己觸籌的植物徑 不管去到哪裡都會帶著它 由此可見其實大蔥鴨的真正武器 也就是它的大蔥其實並不是真的大蔥 而是一個植物的徑 也可以說是大蔥形狀的徑 再加上在遊戲中只有5%的大蔥鴨會攜帶大蔥 所以我自己推斷那個大蔥其實就是植物的勁高階武器 因為大蔥鴨如果攜帶大蔥的話 會提升它的擊中要害的機率 在遊戲中 這裡也不特別深究 不過知道原來大蔥鴨的武器並不是大蔥的時候 是真的嚇了一跳 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在Pokemon的世界觀裡面 精靈是可以食用的 最常見或者最常聽的精靈 就當然是鯉魚王 而大蔥鴨也不例外 在初代無印片的48集裡面 當小子搜索大蔥鴨的圖鑑資料的時候 圖鑑是這樣說的 大蔥鴨尖嘴鴨精靈 因為被認為跟特定的植物一起吃的話 味道極為鮮味 所以數量變得極少 是珍貴的精靈 可見其實大蔥鴨是因為味道鮮味的原因 而導致大量的捕獵 令大蔥鴨的數量大大降低 至於大蔥鴨會以什麼的烹調方式呢 我估計大概就是薑蔥鴨的形式 但後來有機會是因為倫理的原因 所以這個世界觀的設定就甚少出現在Pokemon裡面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世界觀 恐怕就要去到Pokemon的一些童韻小說 或者童韻漫畫去看 最後由於大蔥鴨的進化 蔥油冰還未有更深入的資料 暫時都是很初步的資料 所以這裡不會特別講解有關蔥油冰的知識 今集的精靈知識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紀念輝 2個坐 cocktails